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返古典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想法 但这个想法就是非常麻烦 因为它有的时候是闪烁其词或者不太清楚的 就是对于斯特劳斯 他对现代性的转变的认识很深刻的 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也是非常锐利和非常有洞见的 但他提供了什么解决方案呢 就此而言 其实人们的争论很多 就是在他的弟子当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到底就是说 他到底给出了一个什么明确的回答呢 一般来说他认为就是说 现代人的问题就在于太现代了 现代的人的所谓现代是一种盲目的偏见 或者盲目的自信 我们要回到古典时代那种古典理性 这是一个原则上的说法 但是到底是什么才是古典理性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标准呢 这个就是非常有争议 对他而言 他认为他就是呼吁人们 邀请人们重新思考和重新阐释古典哲学的古典时代的政治哲学作品 比如说布拉图 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等等等等 因为西塞罗斯看来这些古典的这些思想家都是苏格拉底的信徒 因为他们遵行苏格拉底开辟的一个思想道路 所以他特别看重苏格拉底 那返回古典有用吗 返回苏格拉底有用吗 因为古典之所以失去了 是因为古典本身遇到了危机才会有了现代 我们重返古典会不会遇到 重新遇到古典所遇到的麻烦和危机呢 所以想想我们今天中国大陆在谈儒家的复兴 儒家复兴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儒家复兴是因为儒家衰落了 没有衰落我们会谈不到复兴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衰落 那些问题你在复兴的时候会不会重新遇到 这都是当这些学者们都是在考虑问题 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澄清一下就是要理解这个所谓回归或者重返的意思 它并不是一个说完完全全回到古代的意思 它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哲学的一个构想 就是要看到它不是返回到古典时期或者古人本身而是要回到一种对古典时代的重新阐释当中 他认为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个西方你知道在这个大学里教科书都还读西方的古典著作 都很重视西方的传统 但认为他认为现代人对西方传统的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自己开辟的一个路径是说首先是要返回中世纪的启蒙时代 他是通过一个犹太思想家这个麦蒙尼德发展的一个叫做 他的这个古典的启蒙运动和现在的启蒙运动是不一样的 是通通过他来走向苏格拉底的 他不是一个旧的古典的传统 是一个新的古典的传统 也就是说对古典的这个思想呢 进行了一种再重新的阐释 这个其实是施特劳斯他的政治哲学 他有他的广度深度和心意 那么当他这个他的论述相当复杂 我们可以简单的谈一点 就是说对他来说他重视苏格拉底的传统 而不是亚里士多的那种那种方式 苏格拉底的传统是什么呢 就是哲学生活是一种苏格拉底信奉的生活典范 所谓生活典范就是说 哲学不是一个理论的理性的 给出一套方案和整体性的 这样一个蓝图的东西 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永恒的思考和追寻 而且相信这种追寻和思考 能够使人更加发展 更加丰富 更加完善 所以你看苏格拉底重要的一句话说 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 你看一无所知是一个智慧 一无所知能是一个愚昧吗 是无知吗 但苏格拉底的智慧 恰恰在于他知道 在重要的事项自己无知 所以就此而言 他没有否认存在于超乎我们人之上的力量 或者是神性 这表现一种巨大的谦逊 所以说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 不是说我有了理性 我就可以给答案 他是认识到自己理性是有局限 人的理性 所以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 或者是在斯特拉斯看来叫古典的理性主义 它是不同于现代启蒙的那种理性主义 因为明确表示了缺乏对重要问题的 缺乏知识 苏格拉底就不会确认那种一套什么宇宙真理 宇宙的秩序 一套明确的这种方案 所以他这是一个悖论性 你看他说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 他还是知道一些事情 他知道意味着什么 他知道有重大的事情 他知道有重大事情 这是知 但是他同时说他无知是说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些重要的事情 无知 那么 这个精神在斯特拉斯看来跟我们现代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某种精神 它并不是完全相悖的 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当中其实最深的东西呢 是认为我们不足以获得总体的全部知识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苏格拉底的那个哲学是能够以某种方式跟现代自然科学兼容的 无论苏格拉底是否能够获得他所寻求的知识 那么他呈现出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能够不断的探寻更好的生活 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苏格拉底的哲学我们能够作为信念吗 斯特劳斯塔反正试图是表明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或者苏格拉底提供的一种典范的哲学 它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然的 之所以是理性 是因为显然他要去用理性来追寻那些应该回答的问题 比如说人应该怎么生活 什么是好的道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重要的 这样一种哲学生活 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这些生活 它是理性的 它的理性的意义 是导向一种启蒙 这种启蒙是古典时代的启蒙 是说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而我要去追寻这样一种答案 这个答案可能是永远不能够最终确定的 但我无尽地来追求本身 这就是一个好的值得过的生活 而不是要启蒙理性地说 我给你一个答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是理性的 但它同时又是自然的 就古典理性主义 它是把自然和理性放在一起 是和谐的 是因为哲学生活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人的那个求知欲 或者说人追求智慧 欲求智慧 这是一种自然的爱欲 我们以前讲过那个Eros 这个Eros按照这个苏格拉底的讲法 大家记得如果去读过慧影片的话 它是一个在爱的阶梯上攀登 是通过个别的美美好 发现普遍的更广的那个爱 所以这是对一种永恒的 对那种永恒性的占有 而不是对此时此地一时一刻的 相对性的美好的占有 所以这样一种对永恒的爱欲 对Eternity 这样一种东西的这个追求和爱 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 所以苏格拉底的这个哲学 它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然的 这是这个斯特劳斯的观点 当然这里边它会导致很多很多争议 比如说 它到底给出了我们一个什么答案呢 如何克服相对主义呢 你如果说我们只是在不断地追问 不断地追寻 是不是还是会发生这个争议呢 现在人不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吗 因为我们批评相对主义 或者解决这个相对主义 我们是需要一个绝对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吗 这是最困难的问题 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 苏格拉底的那种理性主义 好像是某种怀疑主义 它是它一方面反对现代的教条主义 又反对另外的极端的这个相对主义 所以它好像是有一个不同于教条主义 又不同于这个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中间性的 或者说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 是对重大的问题上无知 是知道有重大的问题 二是意识到自己无知 这就导致了什么 自由开放和谨慎 这个有人说叫做柏拉图式的自由主义 这是士多老师一个学生 在耶鲁大学任教的 史密斯教的 他提出这样一个名词 叫做柏拉图式的自由主义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问题 比如说士多老师也并不是反对事实和价值的分离 但是他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他们遵循的不同逻辑 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就没有客观性 对事实判断是有客观性 事实和价值遵循不同的逻辑 但是这意味着价值判断就一定没有客观性吗 但是问题是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有何在呢 所以这里边有非常多的问题 有人认为他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有人认为说 这个士多老师意识到 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 只能为少数人所有 所以呢 对普通大众呢 要采取一种高贵谎言的说法 就要告诉他们有某种真理 但是哲学家自己知道 真理是只能永远追求而不可抵达的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正义和说法 但无论如何 我想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这个反思和批判 是非常重要的 他向我们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 他的正面的说法呢 是非常有限的 可能具有洗发性 比如说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 或者叫做古典理性主义 或者用史密斯教授的说法 叫做布拉图式自由主义 但却是相当这个悔涩深奥 也是含魂不清的 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学者 在做不同的阐释 但是无论如何 他带给我们这样一种视野 和对现代性的反省 和批判的这样一种视野和动静 是我们值得我们汲取的 是卖歌曲与一种视野 是二十五五一调 不离牛養主义 我们继续交负